今天在高雄澄清湖棒球場所進行的第四戰 最終帶來我們明星隊還是贏球 3比2打敗了中華隊 那現在正在進行賽後的記者會 我們一起到現場來聽聽看 他有很優異的一個投球內容 那在前半段的一個比賽裡面 壓制他們的一個明星隊的一個攻擊能力 那所以今天的一個比數非常的接近 那在牛等他今天投了三分之三局又三分之一局 那他有設定一個球數 所以在跟卡洞一個對決 把他換下來 那在後面的一個比賽 讓他自己去做一個調整 這樣子 OK 那等一下媒體有什麼要問 我們等一下再問 那一樣我們請我們的現場到時候 土地公林福德跟大家講幾句話 大家好 其實蠻開心這次回到這裡啦 因為畢竟這裡的球場曾經也是有去拚鬥過一段時間 那也很開心就是回到這個球場可以再投給球迷看 謝謝 好 很含蓄喔 應該等一下 歐的反應 我只會很開心地來玩 在這裡來玩 在前面的公眾 這就是個球場 我已經在玩 所以我只是很開心地來玩 在前面的公眾 在前面的公眾 總教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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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的球賽 兩隊都表現得非常好 只是我們中華隊可能就是運氣差異了一點 就是輸一分 那我覺得大家都表現越來越好 都沒有缺場 一些小學弟他們也是越來越好的 謝謝 好 I think it was a good game tonight Today both side plays both side plays plays real well It's a close game Unfortunately we lost by one run But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we are playing better and better Especially the young guys on the team are playing better and better 第四場了 我們追到只剩下一分了 我相信媒體很多問題要問 來 我們歡迎大家問一下 小寶 請問一下總教練 就是今天我們投手群只有一事保重嗎 那你是不是覺得這些投手群 就是有慢慢進入狀況這樣子 我覺得一開始 從第一場比賽到今天這場比賽 投手他 因為之前的一個比賽 控球能力啊 是需要做一些加強 然後 這一方面在賽後都有跟 那個投手教練還有郭總啊 做一個討論 那要去要求他們 我們投手方面啊 就是一定要 能要求那個捕手要投的一個位置啊 這樣才有辦法說 雖然球 我們本身投手的球速不是很快 但是最主要還是要 用控球能力啊 才有辦法去壓制對方的一個打擊 這方面也是我們 中華隊整個投手群裡面啊 需要在一些加強的地方 OK 我們還有其他媒體想要發問嗎 好 謝謝大哥今天換第二棒 請問林哲瑄 那個 因為 大概11月20號左右 就必須進40人名單 不然就要參加Rulify選秀嘛 那現在就是說 紅襪啊 那邊有沒有跟你有任何的溝通 或者說通知這方面相關的訊息 還有就是說 你這幾場打得不錯 然後那個 對方的總教練Bruce Bocci 有鼎明你說 還蠻難纏的 就是 就是表現還不錯 那你覺得就是說 自己可能就是 今年3A這樣打到現在 現在的感覺就是說 對於 也許明年有機會上大聯盟 打一打那種感覺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這樣 其實 我們球隊還沒有給我就是 正確的 就是指示 或者 下一步該怎麼走 那我自己是 樂觀看待於這件事情 因為我放得很開 我不會想說 一定要 今年一定要40人或怎樣 說不定其他球隊也會給我肯定 把我選走也不一定 今年在3A我覺得 學到蠻多東西的 因為 畢竟他們3A的投手都比較準 然後 很多大聯盟經驗的 投手會下來 就是 球隊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 面對到比較多不同的投手 我覺得今年學到很多 雖然 帳面上是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我覺得 我今年成長非常許多 好 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 要問中華隊的選手或教練嗎 三方 三方 一個問題想要先請教我一種關於那個六局下的那個換 就是那個投手 因為那時候陳宇勳好像感覺局數已經比較多 那時候的 有沒有考 做其他的考慮 那第二個問題是想要請教一下倪福德 就是他今年比較可惜 都沒有那個 上大聯盟嘛 那 今天他投得不錯 那可不可以講說今天自己覺得做得不錯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你覺得這一場比賽會不會對你明年 如果再回大聯盟去想要參賽會美國去拼鬥的話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激勵這樣 謝謝 其實在六局下的一個換頭是因為陳宇勳他在投第一個人次以後 他因為 在換下來的時候 他跟投手家人講說 他腳大 大腿後肌肉 有不舒服的情況 所以在那時候把他換下來 那 這一點也是讓年輕投手來做一個 剛好是一個經驗啦 因為你在覺得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不要說硬要去再去投 投那個比賽 而是要事先跟教練告知 然後馬上可以做一個替換 那 陳宇勳六局 本來就是設定六局要讓他投完 然後在第七局的時候再做一個換投 好 那關於針對明年 明年大聯盟的事情 其實 我也是看得蠻開的啦 那也是希望用自己的成績去 去拚一個屬於自己的地位 那 今年沒有什麼可惜不可惜 其實今年 大家也知道下半季轉先發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轉捩點 那我也想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去表現讓球團去肯定我未來的實力 那相對的這次來這邊比賽 我也是可以好好的 看看就是 大聯盟明星隊的所謂的就是全部混合在一起那種能力 讓 讓小學弟們去好好監視一下 讓他們去學習 對 那 所以也是 之後也要準備去穩戀內內拉的比賽 那剛好也是可以好好測試自己 恩 謝謝 好我想很多媒體還有很多問題要問你們 不過沒關係我們七點的那個餐序 這些選手都會在現場 我們到時候再希望有任何問題我們直接討論好不好 我再講一個 因為 在這邊 林伍德這次來 加入中華隊來參加這個明星賽 然後今天一個先發 那我當一個總教練 是在這邊也非常謝謝 辛苦他在今天的一個投球 一個非常優異的一個投球內容 那我也祝他明年 真爭取進入大聯盟 然後有一個很優異的一個成績的表現 那再來就是 以後 有中華隊需要 希望還有 佩爾的一個機會 謝謝 哇大合照一下 好 那總教練 他們大家要問先發投手 還是要透過您的嘴巴親自說出來 好不好 現在先發投手我預定是王建民 哇 好 好 謝謝總教練好不好 我們也謝謝兩位選手 今天參加這賽後記者會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預祝中華隊明年齊開得勝 謝謝 好現在中華隊的賽後記者會結束 稍後 大聯盟明星隊呢 也將進行記者會喔 我們先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 好 好比賽 然後觀眾的反應也是非常熱烈 所以整體人是非常非常好的比賽 那我們請Diven G也說一些話 請問一下關注是一個關注嗎 對 我剛才提一些關注 好像Bruce已經說到 我沒有說到其他關注 etter than that 便利是一個很好的遊戲 3-2遊戲 不算是是很好的足球 所以我第一次的打入 我已經快樂的開場 我幸運到組體會來回到 我的組體會回到 到最終就 我要做到什麼 我可以看到我們 對那個問題 很好地比賽 比數很接近 那時候只要是3-2這種比數 其實都是很精采的比賽 那他當然讓中華隊先遲了一點 但是他說很幸運的 那個大陸盟明星隊有辦法替他就是把分數追回來 然後他就是盡他的全力把這個比數就是hold住這樣子 然後很幸運他們可以勝利 ích的計劃 西隆恩講到的是他今天中華隊的打者 他覺得中華隊的打者今天 前面幾局真的非常的難纏 他好像感覺都沒有辦法解決他們 然後一直都有安打的出現 那不過後面幾局呢 他又有辦法找到自己的節奏 那就投的比較順 但是他認為中華隊倒是真的非常難纏 我想請問一下先發投手就是 因為他今天投了五局嘛 那是這次比賽 就是最 投球局最多的先發投手 大概就是等於是先發投手最基本 先發一場的 基本局數 那請問他 因為他們球季到現在大概一個多年沒有比賽 那他這段時間是不是有特別調整 那今天投五局對他來說 是可以應付的 他說他球季結束之後他休息了大約一個禮拜 但之後他就開始恢復正常的傳接球 那各種的就是跑步的訓練 因為他知道說他竟然要來這邊比賽 他就不是要 他就是要認全力以赴 他就不是只是輕輕鬆鬆的來應付而已 所以他就是從休息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剩下的時間 都有在繼續維持他的體能跟他手臂的狀況 手臂的狀況 OK 好 來笑吧 請問一下那個Bolge總教練 就是說因為中華隊 這支球隊可能是大部分選手都是業餘組成 那一開始 第一場比賽輸了7分 然後到這場比賽就是 輸1分 他是不是覺得說這支球隊在比賽經驗上 已經逐漸適應這個比賽的強度 Bruce The Chinese Taipei team are a younger group and they have gone from losing by seven in game one and to losing by one today Do you feel that this team is making adjustments and getting experience and getting better? I do I said this last night I was impressed how they didn't roll over They continue to battle A lot of credit goes to the fans because they're relentless with their enthusiasm and their support and the drums you know get behind their players but I think their confidence is growing and it showed today you know they did have some good at bats and put the ball in play and you know they play with a lot of heart that's what's impressed me Bruce說呢 他絕對是認為說中華隊友持續在進步 他說尤其在第一場輸的比較多分的情況下 他們並沒有說就此就這樣洩氣或氣憐 他們還是繼續的就是持續在進步 持續的在拼 那他也認為說很多這些 很多這些中華隊這些表現要歸功於 就是我們台灣的球迷 就是大家都很支持中華隊 不管是敲鑼打鼓啊 這樣一直在後面支持中華隊 那也提供了中華隊很多能量 他們可以繼續就是 就是那個努力不懈的 就是一直在這種情況下還是能夠 很努力的在全力以赴在這種球賽 OK 我們再一個問題好不好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總教練 就是說我們最近在採訪 這段時間在採訪王建民的過程中 因為他明天先發嘛 那王建民他自己有承認說他的狀況 並不是非常好 大概到一半的狀況也太陽的狀況 那明天 明天隊要對王建民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對策 或說他們對明天比賽有沒有什麼期待這樣子 因為明天叫朋友王建民呢 因為明天叫朋友王建民 因為明天叫朋友王建民 我們希望他們的觀眾 會有在對方 會有在對方的表現 我們知道我們會有很好的球 而我們很期待 我們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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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期待 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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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But it's going to be a tough game. And it always starts with what happens on a mound. Just like Dylan went out there and pitched well, your guy threw well. So I expect tomorrow to be a close ball game. And, you know, we'll have our guys out there that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him, Cano, Morse. But, 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because we expect the crowd to really be into it and support him. 他知道明天是對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比賽 因為這是我們 就是我們台灣的 算是國民英雄 那他也知道說 王健民他在大聯盟 有很好的成績 他知道王健民 是一個非常好的投手 所以王健民不是那麼好應付的 所以說他非常的期待 那他也說他們隊上 其實有一些隊友 是認識王健民的 就像Kano還是Morris 他們其實都了解王健民 所以他其實很期待明天的比賽 那他也覺得說明天會 是非常有趣的 OK OK Thank you guys 好 謝謝 我們謝謝總教練 好的 這是美國隊 大聯盟明星隊員的 賽後的一個記者會 那稍後呢 我們現場請到了 前中華隊的總教練 也是現任的 台灣體育院總教練 林花文林老師 要來到現場 跟我們聊聊 這一次的比賽 我們休息片刻 再回到視頻道 好的 在今天比賽結束之後呢 也聽完了所有的賽後記者會 那現場請到了林花偉 林老師 也請林老師來聊聊這一次的比賽 所以大聯盟好不容易呢 真的是真槍實彈 真實的陣容來到台灣 跟中華隊進行 到目前已經打完了四場比賽 那林老師要不要談一下 你覺得中華隊過去 你當任總教練的經驗 那中華隊感受到了什麼 學習到了什麼 好的 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呢 美國的明星隊呢 他不僅是在身材上面 是比中華隊要來的高大 他在身體上面的鍛鍊 激勵力量都非常好 我們可以看到體型非常的大 但是敏捷性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這個是在體能上面的 我想中華隊以後在激勵的訓練上面 應該是值得來學習他們的這個做法 那接下來是投手方面呢 我看到他們投手呢 不僅球速要非常的快 同時他的變化球也非常的銳利 那最重要的是非常的準確 他的控球非常的精準 那我想要在大聯盟投球呢 如果沒有這麼準的控球 我想是沒有辦法投的 那他甚至球速呢 還要特別的提到一點 球速就是沒有特別的快 但是球質呢非常的特別 第一場在第一場打下來 美國隊的先發投手 球速也只不過是140出頭 那我問了一些打者 他們的感覺怎麼樣 他說尾競非常的好 雖然是140出頭 但是出棒還是來不及 那我想這個就是打不同投手呢 平常沒有機會碰到這種 這種投手 所以這是很好的經驗 對中華隊在適應更高階的投手呢 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他之前沒有碰過 那接下來在他們手臂上面呢 我們也看到他非常的輕鬆 在處理球 我們看起來非常的輕鬆 但是呢其實他們是非常的專注 在處理這些球 可以講說他的動作是非常的自然 那中華隊呢 反過來講一開始打當然是有些緊張啦 所以 林哲軒呢在第一場回壘的時候 投手牽制 他回壘 手指頭就稍微有一點小受傷 那我們羅國輝之後的受傷 那其實這些回壘滑壘動作呢 我想他們都是非常的習慣的動作 那為什麼會受傷呢 應該是對手太強 名氣太大 造成他整個身體的協調性 撕掉一些 就差了一些 所以讓一些肌肉的控制產生 一些動作上面的不順暢 才會造成受傷 不過我想球員就是要經過這樣 一場一場跟比較強的對手來打 在剛剛我有打他是適應 其實那就是一種進步了 我想非常難得中華隊要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的來觀察美國隊的球風 他們的打球方式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看中華隊打了這四場比賽 你覺得是哪一點是讓你覺得 你最欣賞覺得他表現得最好 或哪一點你覺得說你比較驚訝說 你覺得他應該表現出來 結果卻沒有在球場上看到 這個部分 中華隊我想值得一提的是 他一場打得一場好的主要原因 其實不僅是球 他的球上面有一些感覺 有些適應有一些進步 主要是他的心態 因為我想總教練是一直在鼓勵他們 不管對手怎麼樣 就是要放開來打 那就一場打得比一場好 那幾個比較沒有做好 我想中華隊其實最要加強的 只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打擊嘛 適應好投手的擊球能力 還有剛剛Tiano講的 他在關鍵時候 不是他講 我們看到他的表現 關鍵時時刻他就是能夠打出來 就是不打壞球 打自己喜歡打的球 那講起來非常容易做不容易做 這是選球能力 接下來就是中華隊的球數還是相當不錯的 有接近150的 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控球還要再加強 而且這種在危機處理的時候 常常就頂不住 我說在兩人出去就不要打出關鍵難打來掉分數 對 那這個就是心理數值了 他平常也許沒有狀況的時候他可以投得好 但是跑者一戰散二壘三壘 那緊張了 他就又失去他的準確性 那這種狀況呢 除了在球場上面他的適應學習之外呢 有的時候是需要一些專家來教他一些技巧 那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一個體驗 這一次的比賽 不過我覺得我們也要替中華隊講講話 因為你說他面對的是美國之邦明星隊 這樣一個投手的陣容 雖然沒有這種超級的投手在陣容當中 但其實他們這幾個先發 也就是各個球隊的主力的先發投手 說老實話 而且你只能夠面對大概一次兩次的機會 對 他們大概四局 像今天Dillon G投五局算是最長 其他大概三局四局就退場 然後救援投手一個一個上來 就是一局一局的上來 你任何一個打擊的部隊 面對這樣的一個陣容都恐怕很難發揮 更何況是年輕的中華隊 打擊真的是 而且他每一場比賽的安打出現 其實每一場比賽在增加 跟其實美國隊的安打出差別 並不是太多 只是關鍵時刻 德領選手有跑指的時候 他那個關鍵的安打 比美國隊打得比較少而已 那這樣投手 我甚至形容過 這一次美國直播民進隊的陣容 跟陽基隊跟紅話隊的 第一軍的陣容 沒有差太多 沒錯 真的 從第一棒第九棒沒有弱點 是非常強的一個陣容 對中華隊那些年輕的投手 真是一大考驗 沒錯 在安打數上面 確實真的是表現 是夠水準 同時適應新的投手 也表現得很好 一場比一場好 但是我們如果再進一步的來看 就同樣的一支安打 但是安打出現的這種 是長打或者是比較短 一兩安打 或者是球的滾動的速度 這些都可以來做進一步看 不過中華隊真的是非常難得 在打擊上面 我們期待他真的是能夠 明天再打出比今天 之前的四場球更精采的球賽 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可以確定的說 這幾場比賽打下來 比這些球員訓練一兩個月 效果要來得好很多 沒錯 沒錯 非常不容易的機會 所以我才一直想要珍惜這個機會 好好的觀察 然後回家怎麼鍛鍊自己的身體 把自己力量練得更好 好 非常謝謝林老師 今天帶來給我們那麼多精闢的一些意見 那當然呢 今天大家在欣賞完欣賞的比賽之後 也聽到了賽後記者會 以及林華為老師的一些 他的一些意見 相當完整的 來接收到這樣比賽的訊息 那今天這樣比賽的轉播工作呢 也差不多到這邊要告一段落了 那明天呢還有壓軸好戲喔 那在同樣1點45分 明視頻道會帶來現場直播 所以明天王建民先發 面對到大聯盟明星隊的比賽 也歡迎大家持續鎖定 明視的現場直播 那今天這樣比賽的轉播工作呢 就到這邊要告一段落 非常謝謝林華為 林老師 也謝謝袁博士 我們明天見了 拜拜 再見 好的 今天來到高雄的第四戰 最終大聯盟明星隊是以3比2 再度擊敗了中華隊 那現場也非常難得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前中華隊的總教練 目前是台灣體育院棒球隊總教的 林華為 林老師 聊到現場 跟袁博士 我們大家一起來聊聊 其實這次的比賽 真的非常難得 那這幾天看下來 不曉得林老師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好的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不僅是觀眾可以欣賞到 最高的這個球技 就是中華隊呢 大部分的球員 球員都也能夠借這次的比賽 來擴展他的棒球視野 我想大家要珍惜這個機會 多到球場上來 多看電視轉播 那事實上我想 當然從過去球員時代 林老師 包括到擔任總教練這段期間 那我不曉得你對於這一次 大聯盟明星隊 你個人看他們整個打球的過程 您的看法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球技確實呢 是非常的高超啦 遠比中華隊的實力要強過一節 他們雖然不是球技賽 心情也許會輕鬆一點 但是我想大家也看到 他們都是非常努力的在打這幾場球賽 我們也看到中華隊呢 一場比一場要打得精彩 也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棒球的這個 他的適應 所以事實上 其實我想以前 對大部分球迷來講 都是從電視上看 大聯盟這些球員的表演 那林老師過去也在美國 有看過大聯盟的比賽 那待會可以聊聊 看他們這些技術上 到底有哪些是值得 我們可以來欣賞 或是來學習的地方 先來聽一下Keyno他在最後的一個訪問 他們在最後的一個訪問 這就是我真的很喜歡 他們沒有拿到任何球 他們都會做到正確的方式 他認為一場球比一場球 就是更精彩更接近 尤其是他覺得中華隊的表現真的很好 他們就是今天投球表現很好 然後攻守也都非常的不錯 然後該做的都有做到 然後而且他們不會說 他的感覺就是非常的全力以赴 很認真在對待這場比賽 不是就是隨隨便便在應付 這他很喜歡中華隊的一點 YES 他聽得懂啦 來那麼多天 來 我們媒體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來 佑佳先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他這次來台灣行程幾乎是馬不停蹄 就是白天參加活動 然後晚上還要比賽這樣 那在這種狀況下 他怎麼調整他的時差 然後他會不會覺得很累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他有沒有對於他來台灣的高人氣感到很驚訝 對於他來說 有兩部分的問題 有兩部分問題 第一問題是 我們都知道你很忙碌 在台湾 對,只要一半 我喜歡做這些事情,我喜歡跟朋友們 跟他們有時間 當我走進去的地圖,我只會忘了 今天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只會玩遊戲 他就是會把不管是白天做什麼事情都忘掉 他就是專注在球場上 他很驚訝就是說 他真的在這邊很受歡迎 他剛才,他就是在來之前 他其實不是很知道說 這邊到底是像什麼樣子 他不知道該期待些什麼 可是一到來這邊之後,發現他就是 很受到歡迎 然後大家對待他都是很好 所以說他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回來 好 謝謝大哥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他在 兩場比較接近的比賽 就是第二場跟第四場都有 比賽後半段都有很重要的安打 就是說因為 就幫球隊贏球啦 他這種特色其實他在 他自己正常的球技賽裡面 其實經常扮演這種角色 就是關鍵的時候有重要的打擊 那就是說 身為一個職棒選手 就是打者 然後覺得說如何就是 把握這種自己本身的特質 能夠在關鍵時刻 為球隊建功 然後想請他談一下這個部分 對決定的 你負責順了 你負責任現在 我們都知道你很囂張 你很囂張 對於這個季度 進入 你負責任 你負責任 這次負責任 大家很囂張 市場的負責任 我來自從事 進入 你很想 去獎 你負責任 你去做 他 說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就是要打好球 因為有時候像這種比較關鍵的時刻的時候 有時候投手會投的比較閃 那有的打者也許就會去追打這些壞球 那他認為就是說在這種時刻 他還是要打就是他想要打的球 那如果說投手真的要閃躲他 要保送他 那就保送 那所以說他就是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去打壞球 那就是打他所鎖定的球 來 小寶 請問一下Kanone就是因為他上次 王建民明天要登板嘛 他上次就是碰到他在球場的時候 應該是09年的時候在養肌 那就是說再次跟他在球場上 然後再次是對手的關係 他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怎樣的 明天要怎樣準備打王建民的球 這樣 Chi-Chi-Chi 它們是很久 你已經在同時 跟Chi-Ming-Wong 他可能會在同時 他可能會在同時 你應該會在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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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應該會在同時 H-Chi-Ming-Wong 之後才會在道遠嗎 那是一個好 我們沒有打過 我們玩了這遊戲 我們是朋友 我們經常 花了很多時間 對方還在同時 但明天我們會在自己面前 他會試試試看我 我會試試試看我 I might hit my first one tomorrow 沒有 那既然這樣 那我們就晚上晚宴的時候 再有任何問題 我們再隨時問他好了 我們謝謝卡諾好不好 好 謝謝 他在賽後的記者會 他說明天要打王介明的拳雷打 大家拭目以待 那稍後呢 還是有林老師的訪問 我們休息片刻 回到知識頻道 Welcome to Formosa News I'm Ginny Chang In sports It was the last and probably the most anticipated encounter of a five-game exhibition series between a team of major leaguers and Taiwan's national team Taiwanese pitching hero Wang Jianming was playing for his countr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2004 Athens Olympics thrilling a big crowd in Kaohsiung Wang had not pitched at home in the national team's uniform for 11 years So he tried his best to get through the MLB line-up despite not being sharp or fluid He walked the first batter he faced on four pitches But then got a double play with a teammate's help Oh 接殺 結果呢 雙殺要出來了 Wow He wasn't so lucky in the second 這一球打成中間方向 並不深遠的一個飛球 反而落地形成的安打 He gave up an RBI single to Josh Reddick of the Red Sox Reddick then stole second and third and scored on a two-out error by third baseman Guo Fulin who plays in the New York Yankees organization Eric Ibar knocked in a third run with a hit down the right field line At the beginning my arm was a little tight After I warmed up I slowly got looser and got to around forty to fifty percent of my best Taiwan rallied back in the bottom of the inning Tying the score at three with three hits But in the top of the third Wang was curiously removed after throwing just one pitch in the inning drawing scattered boos from a clearly disappointed crowd Changing pitchers in the third inning was arranged beforehand I wanted him to have a chance to walk off the mound to the applause of our fans After Wang left Robinson Cano gave the major leaguers the lead with a solo shot to left And Ty Wiggington added another solo blast in the seventh to power their team to a 6-4 win And a sweep of the five game series They were scheduled to fly back to the U.S. Sunday evening And a day before Wang pitched in the exhibition series He formally signed a one year 4 million U.S. dollars deal with the Washington Nationals Wang could also earn 4.6 million U.S. in incentives I'm really happy I want to thank the Nationals for helping me rec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nd patiently taking care of me Under Wang's new deal for every starts after his 17th stars He'll earn an extra 50,000 U.S. And for every five innings he pitches above 90 innings He'll earn an extra 75,000 U.S. He can also make up to $600,000 If he wins personal awards like the Cy Young or Gold Globe I'm over and that must have helped I forgot Cats Ig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